棱角分明的机身 一体化座舱 加上全动垂尾与全动压抑 配上两侧DSI进气道 歼20帅气难挡 科幻感十足 金属的那种感觉 你不知道的那种 未知的那种金属 未知的色彩 给人那么冲击 J20强大的机动性能 源于它独特的气动布局 歼20开创性的将生力体 边条和压抑揉到了一起 这样的设计除了获得高颜值外 还使之具有很强的超音速性能 和水平垂直机动能力 在空中格斗中 拥有强悍机动性能的歼机机 将多一份胜算 一次外军机逼近我国领空 波架J20接替升空 起飞迎敌 外军看到我们起来了之后 他们也是想从气势上 或者说从一些方面去压倒我们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不能退让 左击转 左击转 领队 来自紧急 整个空中处置还是比较紧急的 整个态势的不断加剧 处置很快的 交回来几次之后 一直处于一种相对游历一种态势 经过数轮激烈攻防 国防战机持续占据战场优势 最终逼退了外军机 接着送油 可以返航 J20采用的生力体边条翼压式气动布局 独树一致 水平尾翼在主机翼后 是战机气动外形的常规布局 而压式气动布局 则把常规布局 位于主机翼后方的水平尾翼 移到了主机翼的前方 前翼和主机翼可以同时产生胜利 压式气动布局 可以快速控制飞机的抚养角度 提高飞机在大营角状态下的升足比 J20通过压式气动布局和隐身等多项技术综合运用 兼顾隐身性能的同时 保证了战机优秀的机动性能 第一次飞上去的时候感觉这个飞机真爽 因为太流畅了这个飞机 手上你稍微一动 这个飞机就跟着你的操控就来了 虽然压式气动布局优点突出 但它的控制难度也相应增加 需要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支持 因此歼20装备了先进的数字电船飞控系统 数字电船飞控技术是战机安全稳定可靠飞行的基础 也是战机迈入智能化的标志性技术 它的成熟应用极大的简化了战机的飞行操作 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和飞行品质 数字式电船飞控系统会识别出飞行员真正的操作意图 而且会针对飞机不同的姿态 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给出最好的偏转指令 而且它还可以做到让飞行员实现无优驾驶 比如说它会有效的避免像违旋啊 失速啊以及飞行员诱发震荡这样的危险环境 让飞行员能够专心致志的执行自己的空中任务 威龙歼2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 批量列装部队的新型隐身战机 具备强大的隐身机动胆知能力 代表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尖端水平 它的诞生是人民空军有了加速实现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的罗志重器 从执行作战任务的方式方法上看 G-20会发挥信息强节点的作用 在空中作战中间去融合地面 空中和海上指挥节点所获取的信息 形成完整的空中作战态势 然后作为信息的强节点 分发给空中作战的单元 带领其他的隐身飞机或者是非隐身飞机 完成制空和对地海面目标突击的任务 因此G-20飞机在隐身机动火力 态势感知和信息化方面 强调它的能力的均衡发展 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到的五边型战士